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黄子涛节目太入戏,和杨子互动向情侣吵架,含老婆太甜了 黄子涛和杨子这二人在节目中分别扮演映秦和邱盈盈 这二人也是《欢乐送终》的主演,更是情侣关系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二人的情侣互动却是相当搞笑 黄子涛性格本身就桀骜不逊,但是杨子也是股灵精怪的 在黄子涛面前更是释放本性,很多网友却觉得本以为黄子涛看上去大男子主义 但是对待女朋友还是非常温柔的 熟悉黄子涛的朋友都知道,他就是一个钢铁直男,平时多少有些强势 很少会对人温柔,但杨子在他这里是个例外 尽管最初因为被杨子欺骗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但最近这几期节目里黄子涛对杨子的态度是明显温柔很多的 而且要比对其他人温柔的太多 而在这期节目里还有一幕也很有意思 在猜歌环节的时候黄子涛和杨子的家庭始终没有得分 于是杨子有些着急了,就冲着黄子涛说道 再猜不出来就分手,要你这男友何用? 黄子涛也不甘示弱,立刻和杨子争执了起来 但是不管黄子涛怎么说,杨子就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 毫无疑问,杨子的表现就是恋爱中女孩子的模样 脸上带着笑意,嘴上却尖酸刻薄 就是想体现自己在男朋友心中的位置 他不是真的生气,也不是真的逼对方 就是想看对方被自己刁难时的样子 眼看着差不多了,杨子则开始认错 当然他的认错只是在嘴上,表情和语气依然是一副很高傲,很得意的样子 而这样的一幕是经常会发生在生活中的情侣身上的 女孩子嘴上说认错,但心里却还是想要刁难对方 最后杨子还蛮不在乎的说了一句,你要是非这么想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而这句话他早先在向往的生活上的时候还和张子峰一起聊到过,并且归类于渣男语录 而他把这句话用在了黄子涛身上,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之后杨子还半开玩笑的说黄子涛有一个眼屎在左眼睛上 虽然黄子涛说杨子在人身攻击自己,但显然他是开心的 因为他此时是在笑着说话 这就说明杨子的蛮横在黄子涛这里是很受用的 而这种感觉不就是有点甜甜的吗 而在游戏的最后,黄子涛还叫了杨子一生老婆 虽然剧情里他们两个是情侣关系,但这生老婆还是叫得有些突然 突然过后观众们自然是有点甜甜的感觉 而在黄子涛叫完老婆之后,杨子的反应也很绝 他用很浮夸的方式表演了自己的害羞 但浮夸归浮夸,他和黄子涛的这波互动还是很有看点的 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甜甜的 仿佛他们两个不是在剧情里,而是在生活中的情侣一样 而实际上黄子涛和杨子在这个节目里的互动远不止于子 之前就有一些迹象了 比如在之前团建的那一期里,吃火锅的时候黄子涛就主动帮杨子下牛丸 之后还主动往杨子的锅里加肉等等 而杨子也投桃报李给黄子涛倒饮料 虽然还有点相敬如宾的感觉,但这些细节很难不让观众们联想 而且那一期节目里杨子就没少和黄子涛斗嘴 尤其是开场的时候,杨子直接就调侃黄子涛上一场的表现 并且表示自己听到以后都震惊了 黄子涛解释的时候,杨子则一脸不在乎的说道 真的吗?我不信 而黄子涛对杨子的态度还可以追溯到白蛇传那一期 当时黄子涛,孙宏雷和杨子三个人坐在梁亭下 孙宏雷问杨子有没有男朋友 得知没有后就想给杨子介绍一个 结果一旁的黄子涛立刻让孙宏雷也给自己介绍个女朋友 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有杨子和没有杨子的蒙探探探案上的黄子涛是不一样的 有杨子的时候,黄子涛会增加与杨子的互动 和杨子斗斗嘴 而且在杨子面前黄子涛更愿意表现自己 之前杨子缺席的时候 黄子涛也发微博称没有杨子的节目变得不完美 而黄子涛也是唯一一个在微博上公开表达了对杨子缺席感到遗憾的嘉宾 要知道黄子涛可是当之无愧的顶级流量 他这种公开表态通常都是需要慎重再慎重的 所以就算杨子和黄子涛可能真的没有什么 但他们两个在节目上的表现还是很难不让观众和粉丝们浮想连篇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一些吃瓜群众纷纷表示有点担心张艺兴了 因为他俩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真就没有张艺兴什么事了 年初的时候 网络上突然传出张艺兴和杨子两个人在一起了 然后杨子还受邀参加了张艺兴所在的向往的生活 并且两个人在节目里有很多互动 头一天晚上杨子和张艺兴就因为撞睡衣而登上了热搜 第二天他们两个更是有很久的独处时间 虽然节目里杨子和张艺兴纷纷辟了谣 但很多观众都表示自己隐隐闻到了狗粮的味道 在当时网友们的眼里 张艺兴和杨子年龄相当 人品 成绩也都般配 而且又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因此这俩人如果能走到一起的话 也是相当不错的 然而就在张艺兴和杨子的瓜刚吃到一半的时候 黄紫涛却从半路杀出来了 虽然黄紫涛口口声声说对杨子没感觉 说杨子是自己的哥们 但显然他对杨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嗅觉敏锐的吃瓜群众们立刻就警觉了起来 当然了 这也不排除杨子性格的关系 毕竟杨子的性格在娱乐圈里是出了名的好 很多和他合作过的男明星最后都成了他的好哥们 比如李线 李一峰等等 所以保不齐杨子的哥们名单里又多了一个黄紫涛 当然还有张艺兴 事实上 作为童星出身的杨子这些年都一直深受观众们的喜欢 因为即便他从小就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 也没有让自己迷失 iji的东西